我小時候就經常參加不同的歌唱比賽 不過每次上台 觀眾和評判的表情都好像跟我說 你想唱歌?你想做明星?算吧 沒開口唱就已經被判出局了 完全是因為我是一個250磅的大肥妹 如果因為我胖又或者不夠漂亮而輸 我真的不服氣 所以我發名成為龍小菌 把歌曲放上網 只獻錯我的歌聲,不獻錯我的樣貌 結果真的引來一群知音 還引來一群對音樂和對舞台 都可以熱誠的朋友 在他們的鼓勵之下 我就在2012年4月27日 在旺角街頭舉行了我第一次的 龍小菌街頭音樂會 落到街頭唱歌,很自然會被人看到的樣子 大家看到的樣子可能會去耳貌取人 我真的不想這樣 所以我找了一個朋友 去幫我設計一個面罩 當這個面罩設計好了 音樂的器材也準備好的時候 4月27日竟然下大雨 而且是黃色會議警告 在這個時候 我的經理人就幫我找一些大的太陽山 大家砰著雨去幫我搬器材 每個人為了我的音樂夢想都很盡力 除了我的同伴 還有一個人對我也有很大的鼓募 這是一位大叔 我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我只知道他偶爾會來聽我的唱歌 我記得下一次他就跟我們說 你們的喇叭質素這麼差 為甚麼不給多點錢買個好一點的 我們就跟大叔說 我們沒甚麼錢 所以喇叭質素不太好 因為買個好一點的喇叭要一萬元 叔叔就說 你拿個戶口號碼來吧 讓我給你買個好一點的 我們當然以為叔叔開玩笑 但我們照舊也給他一個號碼 過了兩天之後 我就去檢查我的銀行戶口 怎料真的多了一萬元 我很開心 於是我很快去買了一個好一點質素的喇叭 叔叔偶爾會再來聽我的街頭音樂會 我希望可以唱多些好的歌給他們聽 不要辜負大叔的一番心意 也希望透過我的歌聲 可以感染更多的人 為甚麼這位大叔會給一萬元龍小菌呢 我想他也喜歡我的歌聲吧 又或者他也是一個夢想 一個未有機會實現的音樂夢 他希望龍小菌可以代他實現 龍小菌的出現希望跟大家說 多些認同自己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夢想 當初我叫自己的龍小菌 是希望寓意自己 要有頑強的生命力 無論多惡劣的環境都好 都可以絕撞成長的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憑著自己的夢想 努力向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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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